民防部队的数据显示我国去年的有超过300起因为用电不当而引起的火患 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住家内同前年相比增加了10起 来看记者林思敏的报道 如果没有遵守安全指示随意使用电器或让电线纠缠在一块就有可能引起火患 民防部队透露多数因用电而引起的火患都同电器短路或插座超载有关 新加坡电器承包商工会受访时表示许多公众对个别电器的耗电量一知半解 一旦多个高耗电量电器共用一个插座就会出现插座超载的情况容易引起火患 此外拖线板也常会出现使用不当的情况 消费者协会则表示人们购买电器时应确保电器贴上标新局的安全标签以避免火患发生 消费也提醒消费者必须确保所购买的电器具备合理保修期限 消费者协会取出现